年轻人还真的都选乌克兰 那稍微年纪大一点的 就是我都不要 对不对 这确实是有种这种世代落差 所以杨明是怎么看 还有曹新成告诉大家 我就是台独分子嘛 当然他个人的选择我们尊重 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理念 我想未必 但是他在这个台独分子的这个前提 他的个人理念之下 他给了大家两个选择 这两个选择也许是他一个极端的想法 或者是说 他接到了某种 我们都不知道一个机密讯息 台湾只有这两种选择 没有别的吧 所以你只能当A或是当B 那如果我们真的要选 我们怎么办 我是不想选 当然不会只有A或B 这两种选项 但是对于曹新成来讲 他的这个超能力 超票的超 他的超能力 让他能够在这段时间有话语权 我觉得这个 但是他的这些超能力 是不是吸引到了正派人士 我觉得他可能要思考一下 因为目前看起来 这个不管是他要拿这个几亿 要去做什么黑熊勇士 或是说这个什么宝箱神射手 这样的计划 本身目前我看到的多半是在收集各支 就是我的感觉是他们那300万跟30万 真的到了战争上面 战场上的效能不见得那么强 但是在选战的功能可能会很强 如果今天他的这些 比如说他来去上他的课 这些人把他联络成一个所谓的固定的一个联络的社群 未来他们这个团体甚至可以推出 这一次参选我们唯一支持哪些候选人 他们是抗中保台第一品牌 我认为这个是 这个运动 接下来短期内会做的事情 他短期内也许他们的神色是要把 他不支持的候选人拉下来 这个叫不当选运动 他甚至会说 你看现在马上都有本土社团说 要签署这个不投降承诺书有没有 像这样的活动就搭配着这样的所谓的 保台团体 保台的这些的承诺书 然后一并来操作 那在未来 这个当然在地方选举会不会奏效是一回事 但是接下来一定会扩及到2024的 包括这个大选 这个杨敏讲到这里我打断一下 因为最近我听到我一些这个 就是这个有些企业界的朋友在那边讲 说如果说他们最近真的是要想找地方躲 我说为什么真的是怕大陆打过来 他们说如果大陆打过来的话 其实说实话 他们不认为大陆解放军会见人就杀 但导师担心什么 担心塔绿班 担心塔绿班会不会趁这个混乱当中 先把这个政治异己者把它清算掉 那现在呢 这个曹青城要提供什么神射手 也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可以有机会拿到枪子弹等等 所以在那个当下 我们假设一个状况 如果真的有那个我们不希望发生了一天 你是要躲解放军还是要躲民进党的义勇军 应该这样讲 如果今天能够团结台湾一致对外 我觉得不是坏事 但现在麻烦是我们现在社会的氛围是 把台湾里面内部分成支持执政党跟不支持执政党 而不支持执政党就会被贴上什么亲中卖台 什么匪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标签 如果今天比如说像我已经有人一天到晚说我是收什么人民币 然后在那边帮什么在野党怎么样怎么样 要颠覆执政党的 今天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我出了什么意外 他们还可以说讲的很一副那个大意凛然说 哎呀原来你看我们帮这帮你们除掉了一个中共同路人之类的 你要发表不自杀声明吗 没有我发表过了 但是呢但是我要强调是说 我们这个不是一个 我们讲这连乌克兰都不是 乌克兰 你如果真的要往这个乌克兰之路走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要从小要有一个国防的意识 那与其去什么什么几百万 你把这个目标定得很庞大 不如务实一点扎实一点 你让更多的人愿意投入这个所谓的国防的这种所谓全民国防 而全民国防本来在我们的所谓的学校教育里面 也都已经安排了相关的课程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这一波我认为这一波比较像是所谓的秀 这是一场所谓的全民国防秀 他不是真正要拿来训练谁 或是做什么样的远大的目标 但是这一场秀的效果 短期内至少在2024以前 都是所谓的选战的效果 大于实际保护台湾的效果 好今天这题我们看到这个流量 整个这个往上冲 我想大家还是很关注我们台湾的这个安危 我再次强调一下 刚刚的最新消息告诉你 这个大清还是简短再讲一下好不好 你怎么看待今天45架次的共机绕台 而且这个军用的这个无人机 首度越过台海中线 对啊 其实两岸的关系 一直都是在高度的紧张当中 而且这个紧张的程度并没有降温 反而不断的在加温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 不断的来台湾访问 接下来民进党安排了一系列世界各国的 这个国会议员到台湾来访问 大概要访问到这个年底大选以前 我们外交部的同仁真的会很辛苦 他们有接待不完的外宾 而且我真的强烈的怀疑 这些外宾到底是不是自己花钱买机票来的 就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在外交委员会审预算的时候 曾经我们有一笔预算 就是这个驻外的使馆 只要愿意有外宾到台湾来访问 我们可以做相对的接待的 比如他们的这个机票或者一些支出 我们都可以负担 所以各位看到这些外宾来台湾 千万先别高兴的太早 不要说这些外宾都是来挺台湾的 要先问一问说他们背后的钱 到底是自己出的还是我们出的 那么现在看到了 刚才秀芳讲说 两岸现在的情势的确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仔细看一下 它现在飞过这个中线的这个情况 它的位置才是关键的 就过去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机扰台 大部分在西南这个地区 所以离台湾非常远 可是如果消防你仔细看一下 它这次飞越中线的位置 几乎就是贴着台湾的这个台湾海峡中线 从北到南 光是今天都曾经速度的 这个突破了这个海峡的中线 而且连无人机也大剌剌的飞过来 而且它的无人机就是TP001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双尾歇 目前是大陆最大型的无人机 它是载弹量 我还记得它的这个 六枚飞弹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曹新成刚才讲的这些论述 300万 秀芳说的没错 一人分200块有什么用 他不知道300亿 他如果真的要 30亿 他如果真的要拿那30亿 捐给国防部 不如就拿那30亿雇雇佣兵好了 那比较实际一点 现在国际的雇兵还蛮多的 就雇一下 没有去乌克兰打仗的雇兵 雇到台湾来打 好 今天来的有TP001无人机 那战机部分有苏凯30 有歼10 有歼16 然后还有这个歼11 还有鸿7 还有这个运9等等 都是大陆的这个主力战机 那一次来这个45架次 这个突破了这个以往 所以我们看到 而且它的位置很特别 它突破中线的位置 不但架次多 而且突破中线的位置很特别 而且还有一个是这个军用的无人机 这些民用的不稀奇嘛 已经过来在我们的这个营区上空了 军用的也突破了中线 这个是双尾蝎 这是它最先进的一个 它这个可以携带1000公斤的 这个一顿的那个弹药 它是查打一体 它可以攻击的 然后它的航程续航力是35小时 8000公里 所以是目前中国大陆 指标性的对不对 最厉害的一个 最厉害的一个 它原来有那个彩虹 还有这个翼龙 都不如这个TB001 这叫双尾蝎 所以上次日本看到它 日本下着他们的自卫队的战机 马上就升空 对上次也是这个T 也是双尾蝎 但上次那个讯息 我们国防部没有跟我们说 我完全没有 整个屏蔽掉 上次是围倒军演的时候 就已经来了 到台湾的东海岸 对在东部海岸 东部海岸 那个时候大陆有公布 可是我们国防部 日本也公布 国防部完全屏蔽这个讯息 跟飞弹越过一样 可能太忙了没看到 国防部现在策略很简单 民进党策略就是 台湾人民没看到 没听到不知道 就当作没这回事 所以就算是这则新闻 除了我们中天 现在拿出来做 你看看把这个电视打开来 看看其他的这些绿营的电视台 哪一台会做 大家现在就是才用 愚弄人民的方法 就把大家的耳朵跟眼睛 全部污起来 就当作没有看到台海的兵凶杖 这个民进党的逻辑是说了 这个飞弹是从大气层略过 安全上不会造成危害 所以无人机在东部飞 也不会造成危害 你们想太多了是不是 无人机如果在东部飞 中国大陆如果要用无人机 像刚才大使说的 它是查打一体 它不是只飞来侦查 它要毁掉你加山基地 它随时把炸弹丢下去 你加山基地就毁了 你跑道就没了 所以无人机飞到东岸来 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当时 对中国大陆整个作战的相对的规划 我们很多重要的基地 都是摆在东部地区的 所以其实这个讯息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讯 可是民进党就是不想 让台湾人民感受到 这样的一个讯息 他们就尽量把这个局势控制在 他们能够这个控制的范围之内 然后持续的圆晃 让大家歌舞升平 然后在他们能够打击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中国大陆的民用无人机 他们就去打了 可是这个军用无人机 真的这么带走 这个台湾又不是没有防空飞弹 怎么把它打下来呢 既然你说无人机飞过来 我们就要打了 那为什么不把它打下来 你根本不敢打啊 所以你只挑软柿子吃 你只挑中国大陆民众 去操控的民用无人机 然后找几个神射手 把它打下来 要舞阳威一番 这一点用也没有 如果有一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暖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 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